Destroy 我们看第一个音节在第一我们念成D S-T-R-O-Y 我们就念成Stroy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呢我们就念成Destroy Destroy Destroy呢这个字的意思呢 当作几乎动词我们中文翻成破坏或者是毁灭 它的名字来我们看一下音节 第一个音节D 然后呢Struck 第二个音节 对不对 它的第二音节在中音所以T-I-O-N 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念成S-T-R-O-Y 所以这个字呢中音节第二音节 我们就念成Destruction Destruction Destruction呢它当作不可数的名词 我们中文翻成破坏 或者是毁灭 来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The roof of the house was destroyed by the storm It needs to be repaired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roof 指的就是屋顶 哪一个地方的屋顶呢 of the house 那一栋房子的屋顶用来修饰前面的the roof 所以主词是the roof was destroyed by 被什么东西呢 给摧毁了 被这个暴风雨 the storm It needs to be repaired it指的就是屋顶 屋顶需要被修理 怎么样的被修理法呢 at a soon 就尽快的意思 at a soon as possible 指的就是尽快 尽快被修理 好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It is said to learn that human activities have brought so much destruction on nature It is said 这件事情令人很难过 哪一件事情呢 to learn 这个learn不是当做学习 这个是认知了解到的意思 所以知道后面这件事情 由that所引导的一个名词子句 在这边当作真主词 it变成了一个虚主词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了 这边的it 其实它指的就是后面的 这个that这件事情 所以这件事情呢 知道的时候 是令人感到难过的 什么事情呢 human activities 人类的一些活动 have brought 造成了 带来了这么多的 destruction 不要忘记了 destruction是不可数 所以much 我们也用不可数的形容词 much 来修是destruction 好 它带来了很多的摧毁 好 在什么地方呢 on nature 在自然上面 好 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 destroy 动词破坏毁灭 destruction 名词破坏毁灭